民生视角本次报道 欢迎收看由绿兽商城独家冠名播出的今日一线 今天广州市区部分小学和幼儿园的学生家长 收到了一条让人揪心的短信紧急通知 短信是教育部门下发的 内容是湖南一名男子 扬言要在广州制造校园血案 请家长们多加防范 这条消息一爆出 马上成为了全程焦点 短信内容是 一名湖南男子因为不满家乡拆迁问题 于12号抵达广州 扬言要在广州的幼儿园和中山大学制造血案 目前暂未发现该男子行踪 请校园加强安全工作 提醒学生和家长增强防护意识 多加本地报纸的官方微博也发布了这一内容 更透露这个男子是湖南汝城县 卢阳镇村民曹宰发 有两名同伴曾入住赤岗某酒店 可能驾驶一辆车牌号为 香A59800的银灰色奇瑞小汽车 今天下午记者来到中山大学正门 发现大门的值班保安增加到三个 对于过往的车辆和人员都要仔细的询问 并且由警车频繁出入巡视 都有安排加班的 因为这两天星期六十五天上课的人也比较多 车辆也比较多 都有加班 加班人手的 在中大幼儿园门口 除了平常值班的校园保安 警方加派了两名辅警一起戒备 并派发嫌疑人照片 以贴行安保人员进行辩认 有家长拿出手机拍下了嫌疑人的照片 真的是很担心 就是就这么一个宝贝啊 为了他的安全啊 不来了 明天在家以后呢 就在自己的小区里面玩 不出来这附近了 紧急通知的短信扩散之后呢 今天早上已经有部分家长 把他的小朋友呢 从幼儿园给接走了 那么目前在中山大学周边 是布控了两百多名的 民警辅警还有保安 随后一线记者来到海州区 另外一座幼儿园 园长表示 他们已经按照教育局的紧急通知 加派了安保力量 原方还向一线记者展示了 他们的安保器械 这是辣椒水 一个对港机 还有我们那个一按 他就知道了 还有一个 你看这些 我们都是水手都有 都是水手 水手可以拿 广州市教育局工作人员称 昨晚接到广州警方通知后 紧急通知了全市12个区县的教育部门 加强校园的巡查密度 和校门口安保防范的力度 同时呢 也要保持正常的教育教学次序 今天上午呢 派出了一个专门小组 配合公安部门呢 加强对校园周边的安全巡查 今天下午5点30分 广州公安官方微博发布消息 针对网上传播 有湖南籍人员到广州制造血案一事 广州警方高度重视 立即展开核查 同时加大部署警力 加强校园的巡查 警方表示将全力以赴 查找可疑人员 确保校园及社会安全 那么到了今天晚上 这一事件又有什么最新的进展呢 马上进入今夜最新 我们来看看记者俊杰刚刚发回来的报道 现在已经临近晚上的六点钟 我们是刚刚到达了中大一奥园 现在园区里非常的安静 孩子们已经陆续都放学 那么在平常呢 每天下午4点半到5点半这段时间呢 家长们可以过来接孩子 那么今天校方为了防患于未然呢 已经通知了所有的老师和学生们 要多加留意 但是有一部分家长为了谨慎期间呢 已经在今天上午将孩子接回家了 我们现在马上进去看一下 知道这种事情肯定是尽快来接 你看大部分家长都接走了 孩子知道这件事情吗 都知道 都知道 一进来就说了 知道 你知道的是什么事情 有坏人要杀小朋友 肯定是要加强防范嘛 这是最重要的 肯定要跟孩子主动讲的 反应就是觉得有点害怕呢 当然如果有老师陪着他们 还是按正常的教学的话 他们也觉得好像也能回到正常的那种教学中吧 提前把这个孩子接走的这些家长多吗 平常的话呢 也比较少 但是今天出了这个室的话呢 可能比平常多一点吧 那现在天已经黑了下来 我们看到中大的主干道处呢 有一些有一些同学走过 那么今天学校包括教育局也下发了通知 来提醒同学们要多加注意 但不知道这件事情会对这边的学生们 有些什么影响呢 应该不会那么严重 就感觉在校园里还是挺安全的 你不害怕 不害怕 有人扬言又在中大 知道知道 刚刚在微博上看到了 刚刚同学有at到我 然后我觉得刚刚有点小怕 但是应该还算比较安全吧 我们今天看到那种年轻男子 有注意特别观察一下 看他是不是长得跟照片有点像 之前我们在校园里也看到 有一些警车和民警在四处巡逻 现在我们看到广州公安给出的微博称呢 这名曹系男子在今天下午的6点50分 已经向广州警方自首 那目前警方正在开展相关的进一步调查 同时我们看到底下网友的回复呢 也表示大家的心也终于落定了下来 那么以上就是今夜最新记者俊杰 今晚在中大为您发挥的最新报道 警方透露的消息称 涉事男子于今天傍晚6点50分 向广州警方自首 他说自己扬言要制造校园血案 只是为了引起社会的关注 申诉自己在老家的拆见当中遇到的不公 而和他一起来广州的两个同伴 都是他的家人 在把他送到广州之后 已经自行离开 与此事无关 目前警方正在对案件进行审讯 为了解决自己的纠纷 就散布恐怖言论 引发社会恐慌 这样的行为 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对于此事 我们也将继续关注